主持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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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就變散分 所以這邊就是我準備的這一個禮拜要吃的 一餐或是一天就是一盒 主持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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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半就是一餐的臉 所以中間要用 先抹一下 它就分成1、2、3 最後就是這個 我一定冷凍庫裡面必用的肉 這個你一定要在它軟的時候 就把它分成一條一條的 不然冷凍之後它就會很難分開 而且這個真的超方便的 這個燉東西啊 或是你直接乾煎來吃啊 氣炸之類的 你只要加鹽跟胡椒 它就會變得很好吃 這樣你就會變散分 所以這邊就是我準備的 這一個禮拜要吃的肉 說真的你可以吃兩個禮拜 一餐或是一天就是一盒 我期許自己一天一盒 好,好,好,好 把咖哩裝進來 這樣之後只要撈需要的量 我把咖哩做的 ここ也要做不成功 我也是要看我的 我每天都要拿到這間餐廳 我自己也要看我的 我今天要看我的天啊 今天生日曜日 我看我的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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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看我的天啊 嗯 今天要把這個吃完 吃乾淨 這個是辣腸鹽膏 然後我之前有冷凍一些雞腿肉 退冰以後炒在一起 我們打起雞腿肉 不了 我們要吃冷凍 你把它買回來 很容易食べ到 еж米方的炒! 是老爸 好啊 我們要把這個炒! 我只是用來做好 我做好 愛吃 我做好 再撒之一 嗯 咦 好了好了好了 繁華 都是酒味 蓋起來滾 已經超級香甜 好適合在這裡吃麻油雞喔 我這次一週的獨居怎麼煮飯 自己一個人煮飯就是有幾個原則 第一個就是你買的時候 要把它分裝成你每一餐吃的那個份量 然後冷凍 因為一直冷藏的話肉真的會壞掉 然後你要設想你一個禮拜會有一天會在外面吃 所以你的食材不可以買到剛好 超滿 把冰箱堆滿 因為你很容易就出去吃 就朋友約還是幹嘛 你要嘛就是煮一餐的量 要嘛就是煮兩到三天的量 像咖哩就是兩到三天 然後雞湯也是兩到三天 蛋菜肉的那種組合就是一餐 按讚開啟小鈴鐺 國內外大小事 下載3D新聞網APP 即時新聞不露階